根据以上研究 我国有大约65% 或者每5人中就有3人会虚报个资 以顺利获得银行贷款或向保险公司索赔 根据美国信用评分公司FICO 针对国人做的一份有关数字银行 和消费者欺诈身份研究发现 受访民众中有多达35%认为 向银行或保险公司虚报收入 或者增加索赔项目 并没有问题 另外有25%的受访民众也认为 这样做很平常